大家好 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三 是12月份第四个假月天 股市经过连续三天急跌之后 今天终于出现一个技术上的回升 不过相对累积的跌幅计 只不过是少少急跌后的后抽 先看看指数 恒指早市先是低开16点 去到16,311点 之后曾经有少少反复而低见16,234点 还好的就是沽压并不明显 加上买本也开始慢慢渗渗的涌现 结果指数就顺势稍微回升到16,600点 当然这一刻相对昨日收市来说 是升了273点 但技术上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急跌后 或者大幅急跌后一个小小的后抽 大家可以想想 由11月16日的高位 18,174点 跌至今个月5日的低位 16,228点 头尾是13个跌跌 累积的跌幅是1,946点 换句话来说 经过1,946点反复急跌后 市稍微有少少回升 其实回升的幅度相对来说 都是只有2、3、8点 简单说 只不过是大跌之后的小小的后抽 12月份暂时来说 形态上仍然是先高后低 指数是由1日的高位1万7,038点 跌到5日暂时的低位1万6,228点 即是说今年的波幅仍然暂时只有810点 由于1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 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3个交易天之内 加上810点波幅也不能够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说在12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技术上应该有更大的波幅点比我见到 简单说 指数如果不能够上破1万7,038点 事必一定会下市1万6,228点 说到这件事 不妨参考一下移动线方面的布局 现在这分钟 所有移动线的排列仍然是倒序的模式 而行指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即是单单看这个布局 已经是表示大市 是处于反复逐步试底或者沉底的形态之中 股市要摆脱这个所谓不断反复沉底的形态 第一个条件一定要回到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这是最基本的 而10天线现在在1万7,065点左右 明天可能真的很大机会会跌穿1万7点 以指数现在在1万7,450左右 距离10天线暂时仍然有600点的差距 即是股市要进一步上升 从而捉住10天线或者返回到10天线流上 才可以出现初步断定和初步回稳的势头 严格来说1天指数仍然走在10天线下面 即是等同走在所有平均沿路线之下 所以大家看到大市今天稍微回稳 千万不要太着弱 12月份会不会有些粉色的效应 不排除是有的 可能今天小小的断定和个别的股份 有小小的回升 已经是机构性投资者初步的部署了 目的很简单 因为今年的高位是22,700 去到现在16,400 16,500 大家上得到 稍后上的投资组已经全都见红了 即是说基金经理很大机会 如果有可能的话 是会稍微做好一点 从而令到到年底的连结 出来的成绩不是太过差 所以在月初一轮的急跌之后 很大机会会造就了 后一个阶段的技术上的一个断定 甚至乎一个回升 但是情况是怎样 最终都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而定 而关键所在 到最后 最后都是仍然要看新经济股的表现 因为它们恒指成分之后的比重 差不多接近23% 我说的是腾讯、美团和巴巴这三个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三 股市经过多天的不断的反复往下跌之后 今天终于出现这个基础上的回升 可是相对来说 今天的回升的幅度也只是一半而已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较短,韩晨指数先轻轻的低开16点到16311点 曾经一度在反复而低见16234点 还好,股盘明显的减少 加上买盘也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出现 这个整个股市就一步一步反断到16600点才止步的 相对昨天收集来说 这分钟指数是算升了273点 好了,这个月的走势当然还是先高后低 指数还是从1号的高位170038点 跌到5号的低位16228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是跌了810点 已经说过,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还有810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等于说这个月的信息下的交易天 基础上应该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也可以这样说 指数要是不能够升破17038点的话 信息下的可能性当然会跌圈 16228点 这个大家要小心要留意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直到这一分钟为止 所有平均移动线还是走在上面的 最高的就是250天线 往下就是100天线 50天线 20跟10天线 恒生指数是走在最下方 而现在10天线正在17065点进行一个赔回 当然明天很大机会已经会跌圈17000点 相对现在的指数在16500点看起来 现在的恒生指数距离那个10天线 还有500点的距离 那等于说 一天恒生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可以说整个股市还是在不断的反复下行低位的走势之中 要摆脱这个走势的话 恒指首要的条件就一定要回升到10天线以上 这个是最基本的了 好了我们再看看 今年指数是从1月27号的高位22000起 一直跌到12月5号的低位16228点 等于说今年的波幅全年是跌了6472点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这个波幅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去年的全年的波幅跌了10453点 2021年全年的波幅跌了8518点 2020年全年的波幅跌了8035点 相对今年的波幅只是跌了6472点 算起来 今年波幅还是比较少 所以在12月份信息下的交易店 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 再看看股份方面 今天像美团像阿里巴巴 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回稳 可是这个并不算是真正的回稳 只是近期来说跌了比较多 所以暂时来说少为稳定下来而已 其实来说看起来像88 华巴巴还是增持在70块钱左右水平 而美团像阿里巴巴 暂时还是在85块钱左右进行一个反复 等于说经过大幅度的回调之后 股价只是在低位上 为有一点点的回稳而已 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反弹 所以任何的布局大家还是保守一点点 小心一点点 好了 下回分析就说谢谢 大家记得点赞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点赞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发明的接规者 视频 感谢观看